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列连表 对吧 讲了吧 就是航程列表 一般呢 四个表就直接说四个表了 对吧 一般列连表的话肯定是不止四个格子 是不是 好 OK 什么叫双向有序 我们下面说吧 可能也能说清楚 但是比较费劲 单向有序我们知道了 就是结果变量 是等级资料的 就叫单向有序 对吧 那双向有序呢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 好 什么叫双向有序 我看这个例子里面 有170份某病患者治疗效果的资料 170里 按年龄呢 年龄啊 和疗效两种属性 交叉分类 结果呢 见下表 按照年龄分的 年龄分了三个档次 就是18岁以下的 18岁到50岁的 还有就是50岁以上的三个档次啊 好 结果呢 那自然有无效 好转 治愈 也是三个档次 这就是典型的一个双向有序 双向有序啊 呃 我们主要看结果变量 结果变量是有序的吧 效果越来越好 对吧 年龄呢 呃 实际上也是有序的 比如小于18岁 18到50岁 5岁以上 对吧 也是越来越大的 但是年龄这一组呢 就是分组分组变量啊 就年龄这一组 特别一点 如果说我并不把它看成一个等级变量 就把它看成分成三个组 一组 两组 三组 那这不简单就是一个分组 那这就是单向有序变量是不是啊 就是单向有序的零年表 那如果把分组变量年龄看成一个等级资料的话 那就是双向有序的 好吧 所以说我们讲双向有序这个东西啊 呃 它是需要 我们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 像这个例子里面 它你可以把它认为是个单向有序的 你可以把它认为一个双向有序的 那到底什么情况下认为是单向有序 什么情况下认为是双向有序的呢 这个取决于我们的研究目的 就是你的目的是什么啊 下面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不同的目的 来把这个问题分开说清楚啊 数据怎么录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跟所有练码都一样 对吧 我们这边无非是三列变量 一列呢 是这个分组变量 就是年龄三个档次 另外一列呢 就是结果变量 也是三个档次 对吧 然后另外一列呢 就是平塑了 五三十二呀 等等啊 好 嗯 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统计分析呢 取决于我们的目的 我们看一下看啊 如果我们关心的是组间 就是不同年龄组他们的差别 那么就用制和检验了啊 就是你把年龄的东西啊 就是当成三个组 普通的三个组 一二三三个组或者ABC对吧 ABC三个组 你想看不同组之间的 它的效果有没有差别 就是制和 那就是我们说的CrossCode Vilis H检验 对吧 如果你关心两变量 是否有关 哎 有关系 就用直相关 这个什么叫有关呢 就是你想看看 随着年龄的增加 它的效果是不是越来越好 或者随着年龄的增加 效果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差的 无非就这两种关系呗 这相反的关系 这正向的关系 对吧 好 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啊 好 我们想看一下 他们呃 第一个目的 就是说呃 只想看看 他们不同组之间的 这个效果是不是差别 那就按照单向有序 列连表来处理了 对吧 好 我们打开这个数据啊 列连表分析 呃 双向有序 且属性不同 先打开一下啊 打开一下啊 好 呃 三列变量 对吧 一个是年龄 年龄呢 分为三个档 一二三 结果呢 是三个档啊 零一二 无效好转之余 对吧 这是权重啊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 一二三啊 零一二 OK 平数 这没问题 对吧 呃 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这个标题 实际上刚刚呢我们呃 有个问题呢 还是没有 说 就是我们标题刚刚讲的这个 双向有序 对吧 这双向有序的 属性不同 哎 这个属性怎么理解 好 这地方呢 我们可以先放一放啊 当时你要看到属性相同 你就知道什么叫属性不同了 这样 简单的讲 就是 比如说年龄这个变量 跟结果这个变量 说的是两件事吧 两件事 对不对 所以叫属性不同啊 什么是属性相同呢 我们待会再讲啊 先放一放啊 OK 好 那下面呢 我们就在SPS里面 给大家操作一下啊 这就是所谓的双向有序 且属性不同的领域表 怎么操作呢 我们说你只关心 你不把年龄看成等级变量 就是看成分组变量 你就关心不同分组 它的聊天是不是有差别 有没有大小强热关系 那我们就用 呃 Crosco Willis H检验 对吧 第一步先加权 反复讲了啊 不要忘了加权啊 OK 然后呢 统计分析呢 analyze 对吧 非参数检验 旧对话框 KG独立样本的制合 对吧 默认的就是Crosco Willis H 把疗效拉过来 把换的年龄作为分组变量啊 分组变量 我们分了几个组啊 三个组啊 一到三 Continue 对吧 然后我们算个P值 这个地方呢 我们勾选一下 描述 Continue 其他谋认 好 主要是Crosco Willis H 好 这个结果 大家能读得懂了 熟悉了啊 让我们看一下 呃 我们知道效果越好 我们编的制越大嘛 无效是0 好转是1 制续是2嘛 对吧 你看 在小雨18岁这一组 实际上他聊天是最好的 对吧 他的均缩值最大嘛 P值呢 0.000 说明三组不同 那你想看哪三组 哪两两不同呢 这个我们昨天 不是昨天啊 上一节课讲了 就是把它拆分成多个的四个表 然后做两两比较 是吧 只是说我们减言水准校正一下 变成0.05 除以3 是不是啊 校正三 就是你比较三次就除以3 啊 这就比较 比较常用的 还比较普通的一种 包含的减言水准校正啊 OK 这个是我们讲的 CrossCovidus H检验 那如果我们要关心其他的呢 好 看一下这个结果啊 好 操作没有什么问题 对吧 分析非常多检验 旧对话框 KG独立样本 哎 这个地方画错了啊 不是KG 不是KG相关样本啊 是KG独立样本 这个讲义上有点问题啊 这个是应该选择KG 这个啊 KG独立样本啊 这个不对的 这个截图是我跟他截错了啊 好 嗯 KG独立样本啊 OK 好 第一步呢 先加权 对吧 嗯 把它拉过来 对吧 拉过来 先加权 然后拉过来 设置分组 这个顺序可能不对了 我们调一下顺序啊 这个顺序不对了啊 第一步先加权 对吧 啊 这个顺序可能有点问题啊 这是第一步 对吧 先加权 这是第二步 是不是啊 拉过来 然后这是 这是第三步 是不是啊 然后这是第四步啊 最后一步点就OK 是吧 好 应该是 123 4 啊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顺序不对啊 好 1234 OK 好 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 结果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了 呃 就这个表呢 实际上对解决结果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原假设呢 为各年龄组织聊天的分 相同 解决方法呢 是CrossCoreVSH 即多组独立样本的直合解决 解决结果P呢 是 小语0.001的 对吧 呃 显出性水平呢 为0.0代表 并非代表0 而是由于收到小小点的线组呢 没有将后面是显出出来 我们说呢 只要是0.000 实际上都是小语 0.0001的 对吧 因此认为各年龄组织之间的 疗效有差别 就差一个同学1 如何量量比较 我们刚刚说了 可以把1和2拆出来 对吧 再把1和3拆出来 再把2和3拆出来 拆成三个四个表 然后呢 把检线水准 校正一下 0.05除以3 只要是P值 小语0.05除以3呢 那你都是有意义的啊 好 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 你把它当成单向有学在处理 如果你关心的是 两组变量是不是有关 我们刚刚说叫什么是有关 无非是这样 这叫两个有关 或者是这样 对吧 这也叫两个有关 一个是正相关 一个是负相关 是吧 那这时候用什么相关呢 用Sperman质相关了啊 为什么用Sperman质相关 因为两个变量都是等级变量 等级变量的话 你不太 已经不满足我们P 用那个Person相关的条件了吧 就双面上正在分布的条件 不满足了吧 所以只能用Sperman质相关啊 好 OK 呃 怎么做呢 操作也比较简单啊 呃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现在如果我们只关心 这两个变量是不是相关 呃 第一步呢 也是先加权 好 也是也是先加权的啊 这个没什么啊 加权啊 第二步呢 相关找到correlate 看到没有 有个correlate 注意啊 这是相关 这个bivariate的 bivariate什么意思啊 双变量 对吧 把两个相关变量拉过来 就年龄和疗小拉过来 拉过来啊 这时候默认是Person 这个已经不是Person 我们说什么 Sperman质相关 对吧 Sperman质相关啊 其他默认 我们看一下选项 呃 选项默认就可以了啊 star 这个没什么啊 默认 好 OK 就是其实你看 操作比较简单 就是analyze 然后correlate bivariate 然后就设置一下这个框 把这个年龄和疗小 这两个变量拉过来 拉过来啊 然后勾选这个Sperman啊 Sperman OK 结果就说 这个结果怎么读 好 这个结果怎么读 好 我们看讲义上啊 讲义上大一点 看得清楚一点 这个结果怎么读呢 呃 操作是analyze correlate 双变量相关 第一步先加权啊 因为对这种评书表资料 不要忘记了先加权啊 这是第二步 然后这是第三步 最后点击OK 这个没什么啊 好 这个结果怎么读 这个结果怎么读 呃 这个一什么意思啊 实际上这个一表 是疗效自己跟自己 当然相关了 自己跟自己比 肯定是相关的 那疗效跟年龄去比呢 其实这是相关系组 是多少 负的啊 0.255吧 对吧 那对应的P值呢 是0.01啊 所以这个结果 要能看得懂啊 同样的 你患者年龄 跟患者年龄 自己比也是1 对吧 那患者年龄 跟疗效比 也是负的0.255啊 好 呃 应该这样看啊 疗效和疗效去比 这是1 对吧 疗效跟年龄去比 负的0.255 患者年龄 跟疗效去比 负的0.255 患者年龄 跟患者年龄去比 当然是1了 这个1就表示 是相关系组啊 相关系组 好 这是对应的P值 那我们知道 通过这个相关系组的P值呢 P 等于0.001的是小语 0.05的 那自然我们认为 这两个是相关的 是不是相关的 那这个相关系组的 负的0.25 说明什么呢 呃 说明相关大小是0.255 但是相关系绝对值呢 呃 它是负值 负值啊 绝对值0.25 但是它是个负值 负值 对吧 小语0 说明两标的年成负相关 即年龄越大 效果越差 反过来讲 年龄越小 效果越好 对吧 好 就是这个系组的相关意义 呃 这个相关系组的同学意义啊 呃 这个结果呢 要能看得懂 并不是很难 并不是很难啊 好 呃 这个是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呃 双向有序 且属性不同的啊 就是双向有序 属性不同的 零点表 双向有序 属性不同啊 那我们看一下 双向有序 呃 属性相同 应该怎么去做的 好 这是一个双向有序 且属性相同的零点表 那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例子啊 呃 160名的冠心病的 用两种方法去检测 使逼的速度运动的情况啊 呃 这个你是不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呃 配对卡方特别像呀 特别像 只是说配对卡方的时候 配对四个表的时候 我们就四个格子 是吧 就A B C D 四个格子 对吧 OK 那这时候呢 格子多了一点 阿姨啊 无非是格子多了一点 阿姨啊 它本质跟 配对的四个表是一样的 它实际上是个配对关系 所以叫属性相同 你看到 呃 150名冠心病患者 用两种方法同时检测的话 呃 不管是以法测的结果 还是假法测的结果 事实上都是 我们他测的结果 都是一个东西 都是属壁的收缩运动情况 对吧 而且大家注意没有 不管你假法测还是以法测 你测的 实际上你假法测的 呃 都是这150个人吧 实际上这150人 接受到了两种测试 一个是假 一个义 有没有感觉跟诊断实验很像 哎 如果以法是精标准的话 那这就是个典型的诊断实验呀 好的 呃 要能读得懂 什么叫双相有序 什么叫属性相同啊 双相有序 自然这个正常减弱异常 正常减弱异常 就是有序的了 对吧 属性相同呢 我们也刚才解释过了 你不管是假法和义法 实际上你测的结果都是什么 都是实际收作情况 对吧 所以叫属性相同的啊 呃 像这种双相有序 其实属性相同的 他的目的其实一样 你看这个目的 其实就想看假法啊 就是两种方法 检测的实际收作情况 是不是一致 是不是一致 对吧 是否一致 一致程度有多大 首先判断是否一致 那我们就做一个呃 一致性系统的检验 对吧 算一下一致性系统 看看P值 OK吗 是不是 不就这样就可以了 好 这是我们统计分析的一个策略 嗯 嗯 关于操作怎么操作呢 数据录入也很简单 跟所有零点表都是一样录 对吧 我们把这个数据打开啊 双相有序 且属性相同零点表 打开啊 好 呃 两列 三列啊 第一列呢 当然是假法的检测结果 无非是正常减弱和异常 对吧 012 呃 XR呢 是依法检测结果 也是正常减弱和异常 WIT呢 是权重 对吧 012 012 012 对吧 000 12 什么意思 这个0060 什么意思 假法检测是正常的 依法检测也是正常的 是60个 那我们刚刚讲的 上节课 讲的 上节课还是第二节 讲的个东西啊 嗯 你看 我们说 假法判断正常 依法判断正常的 是60 这说明假法判断依法 假法和依法判断一致的情况 这个60是的 对吧 这42呢 也是吧 假法判断减弱 依法判断减弱 也是 这是一致的 四杀情况 所以对角线上 这个 是完全一致的 60 4杀和17 是完全一致的 其他都是不一致的情况啊 这个表面要能看得懂啊 好 我们看一下操作啊 回来啊 数据知道怎么录了 然后下面操作呢 第一步先加权 这个一定不要忘了 加权 OK 好 加完权之后呢 我们 analyze 这时候应该算什么了 好 应该是cross table啊 不在那个非常多简易里面了 cross table 行变量 列变量 勾选一下卡帕和macnew啊 continue 然后我们算一下 期望不算了 我们算一致性 不用算期望 对吧 OK 这就可以了 是啊 对吧 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呃 那个列列列列列列表吗 对吧 三号三号的表 然后我们主要看那个趴马 卡帕值 因为卡帕其实挺大的 雷年六七六 你看到没有 好 我们在这上面看这个结果吧 这个操作啊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配对卡帕检验结果 批值是雷年零八六 大于雷年零五 任务假法和依法的 两者检验的结果没有差别 对吧 没有差别 呃 这是运气比较好的 这个 所以 他得到雷年零八六 但其实雷年养性的嘛 大于雷年零五 跟雷年零五附近的 所以这个结果呢 他参考一是有限的 主要看什么 看卡帕是 卡帕等于雷年雷七六 说明两者一致性 也不是一般的 我们说是什么 中等程度一致性 对吧 小于雷年四 还有雷年四到雷年七 对吧 大于雷年七 那这个雷年六七六呢 是个中等程度一致性 对吧 P小于雷年零一 就这个对卡帕检验的P值呢 是雷年雷年雷 小于雷年雷的 说明什么 说明这卡帕值具有同学意义啊 好 呃 OK 这是结果解读 结果解读啊 重点还是看卡帕值 就是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实际上报告这个卡帕值就可以了啊 可以了 你把这个卡帕值报告出来 大家都知道了 好 呃 OK 这是我们说的 呃 双向有序的六点表 且属性相同的啊 属性相同的 好 这是我们的主要参考文献 因为前面节课呢 我们一直没有讲过我们参考文献啊 呃 一本呢 就是张文彤 张文彤主编的这个 SPSS统计分析的高级教程 还有个基础教程啊 这两本是一套 基础教程啊 这本书其实讲SPS讲的挺好的啊 嗯 还有一本书就是呃 周登远老师主编的 叫临床医学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和图形 把它实力详解 哎 这本书很薄 呃 是个红书啊 其实写的非常好 非常适合我们临床医生啊 呃 这本书很多年前我读硕士说 至少有五六年了吧 读硕士说就开始看这本书啊 挺实用的这本书啊 很适合临床医生啊 呃 当然还有我们呃 人为版的这个 卫生统计学 就是供预防专业用的那个卫生统计学啊 那其他还有一些文献啊 啥的啊 啊 这就不能都一一列出来了 OK 好 我们对刚刚这节课呢 进行总结一下啊 好 讲了双向有序的连表 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叫双向有序 且属性不同 要理解什么是叫双向有序 分组变量有序 结果变量也有序 那就双向有序 什么叫属性不同呢 就是你看呃 分组变量呢 是说的是年龄 对吧 结果变量说的是疗效 这叫两个 两个东西是不一类的 叫属性不同 对吧 啊 那这个策略呢 我们说了 有两个策略 一个呢 如果说你只关心 组件差别 对吧 你如果只关心组件差别 那就用制和 如果你关心两组变量 是不是有关 正相关 或者负相关 那你就用质相关 对吧 好 这是分析策略 操作和结果解读 我们就不讲了 另外一类呢 叫双向有序 且属性相同 双向有序 我们说过了 你看 这都是有序的 对吧 属性相同呢 我们说了 所谓属性相同 实际上 这个例子里面 大家要掌握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 配对四个表的一个延伸 不管是依法测证结果 还是假法测证结果 都是对这个150名 关心病患者的一个 呃 关心病患者的一个 使必收缩运动情况 的一个评估吧 所以它叫属性相同啊 属性相同 那这个时候 其实基本上就是 计算卡法尺啊 卡法尺 跟配对四个卡方 呃 配对四个表是一样的啊 好 这是操作啊 好 那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好 那我们这样的话 第五章 第五章分类字要的同学处理呢 就讲完了 讲完了啊 呃 也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课程 还有什么建议和意见的话 呃 请在我们的VIP群里面提出来啊 提出来 我们尽量去呃 兼顾啊 各位的需求吧 尽量的兼顾啊 好的 今天就到这个地方啊 呃 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谢谢